嗨大家今天呢我要来公开我第一届留学的榜单 我知道这支影片大家已经等很久了 大家一直问我然后我已经有点快没办法回答 我每次都说还没拍还没拍 今天呢就打算跟大家做一部超爆详细的影片 然后就想说你们可以拿这支影片当做是一个参考 然后如果你们将来想要找留学代办 或者想要来找我的话 那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先做的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这支影片 我一定会敲爆场 因为我平常做一支片话可能大纲就是大概写三四句这样子 那你们知道我为了这一部写多少吗 我跟你们讲 我写八面耶大家 就是我真的要讲的非常详细 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听不下去的话 就是先中断影片 或者是你们拿个饮料拿个饼干吃 或者是下面一样有连结可以直接拉 对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先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一集会讲什么 去年呢到底有几个人找我 然后几个人上什么学校 然后他们大概成绩的落点 或是他们的学校是什么 所以呢这一整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的学生 把学校归类 我也会把成绩归类 那我并不会完全公布我的学生总共上了哪些学校 哪些科系 每一个所做出来的我都有offer的截图 那些截图的话呢 我可能会亮相在我的品牌账号上 所以你们想要看的话可以去那边看 但是以这一支影片来说 我主要针对的就是原本我的学生都是什么成绩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从这样子的成绩翻转 让他们上更好的学校 我就已经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让大家认识我 所以我觉得平常学生在找老师或找补习班 都不会是看说哪些人上台大 应该是想要看说哪些人是原本普通高中 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上台大 所以呢我今天会把所有的过程跟你们说 对就是这样 再来我就会说一些比较特殊的部分了 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是非应届 或他可能已经早就工作10年的学生 或者是今天你有转学过 你有被恶依过 你是五专二纪的学生 我全部都会说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一个是如果你本身的大学是在海外的话 那是不是比别人就更有优势呢 我觉得他这个也会讲 这期结束之后呢 我就会把我自己所有的服务都软过一次 包含你们想要知道更细节的部分 或者是我会在某些服务上面 会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所以也有很多东西需要要厘清 也有很多东西需要要更新 最重要的是这一支影片会带来一个优惠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我真的很紧张啊 先来讲真心话 去年9月27号推出这个品牌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觉得有人会来找我 因为真正大家跟我约的时候已经10月了 然后我觉得10月就是一个省晚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都是想要赶在9月初把文件送省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抱任何希望 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 就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没有预期说到底会有多少人来 那个时候我还收超级多学测生的 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个品牌就只是试水温 可能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回台湾之类的 觉得今天不管人数有多少都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因为有预期大概5 我觉得5就OK了 然后我想说5很高 其实3也可以 试水温这样子 学生的话以台湾人为最大众 虽然是有其他国家的 但是就台湾人比较多这样子 咨询的人跟真正跟我买任何一个服务的人的比值 差不多是4比1 其中的咨询者呢 除了应届留学生之外 他可能还有想要找英国工作的人 然后或者是本身就已经在英国 然后想要问我 在这边读书的心态什么之类的 我是只是单纯问要不要来英国的这些人 总共呢有10位蛮多的 然后这10位我都大家跟他聊天 我也觉得跟大家聊天其实很好 也就是跟大家交朋友我蛮喜欢的 那真正买服务的人呢 以纯改文件为大多数 其实我真的能理解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你们如果真的要找代班 或找一个人帮你经手的话 早就已经找好了 所以其实这个预期跟我想的其实也差不多 我就想说如果有人来找 我可能就是需要文件修改这样 所以这个不意外 而且他是占了很大的多数 他是大概5比1 跟真正来跟我买留学申请服务的人来说 所以我其实那一段时间 全部都在改文件 就有文件超多这样子 嗯 我讲到这支影片可能会牵涉到 我一些学生的资讯 那我其实没有很想要让大家去猜到 到底是谁来找我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公开了 比如说某个学校某个系 然后还要是硬件 然后他成绩多少 那你们是不是就可以猜得到了 这边所提及的学校呢 就是包含一般大学跟科技大学 那国立的话呢 就分成国立前段 前段呢 就由你们自己去定义了 国立中段 就是所谓的中自辈的学校 还有国立一般大学 那私立学校的话 一样分成私立前段 你一样自己去定义 还有私立一般大学 那这边一般大学 我要特别说的是 关很多私立学校 其实他蛮新的 那新学校在英国的眼中 其实基本上他不见得会知道 所以有一些没有被认可的学校 他不见得不能申请 这我等一下会讲 所以我是要跟大家讲说 有这样子的案例 但是这个案例要怎么解决呢 等一下会说 来就是要公布榜单了 榜单真的让我好紧张 我的天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好还是不好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第一届没有什么好不好 我就觉得 嗯 已经是我可以做的了 那这边的榜单呢 都是以一个人申请至少三间来看 有三间的 也有超过三间的 至于今天的日期 一些学校还没放吧 有一些学生要跑面试 但是我觉得我再拖下去 真的就不用拍 所以我今天就拍了 所以这里的数量呢 就是至于今天就对了 会多也有可能不便 不知道 来讲伦敦地区 还有就是我在的 这里 那一间学校如果有三张以上的 我就会说 没有的话 可能就一两张这样子 对 伦敦地区的话 伦敦大学 居然被我拿到了 哦 学院居然有六张 我真的觉得超扯的 就是我想说 国王学院的教授 可以跟我认识一下吗 真的非常谢谢 喜欢我写的东西 再来是帝国理工 还有皇家艺术大学 应该是这样翻吧 对 他地区我要先讲我的母校 爱情宝大学有四张 欢迎来当我的学弟妹 还是 漫大华威 Leeds有四张 Bath也有四张 Lancaster有五张 而且Lancaster我觉得很妙的一次是 我这个五个学生里面呢 有两张拿到20万台币的奖学金 就他们并不是说去申请的 CVSOP过去 然后学校就直接给 我对于这件事情也觉得很感激 就觉得天哪 这个其实也是肯定学生 其实也是另类肯定我 我就觉得哇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Lancaster 再来的话是San Andrew 那我觉得San Andrew比较特别的是 其实我会挑的很白 就是说这间学校很好 也很好 资源很多 而且进去有时候可以拓展人脉 但是我去过这里真的很偏僻 所以San Andrew其实尽管它是一间超报好的学校 我都还是会先问说 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会想去吗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接受 再来 那另外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杜伦 杜伦我也会这样讲 因为这两个学校就是我去过的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真的要完全知道那个地方的状况 如果你接受再来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你去一个不喜欢的地方 可能就算它今天排名很好 你可能还是会不开心 那杜伦的话有五张 Bristol有四张 然后Newcastle Newcastle是我曾经擦边的学校 再来南安普敦 博明汉 Sheffield York Nottingham Liverpool 还有一些爱尔兰的学校 对所以这些就是我这一次榜单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那这些就是我总共的数量 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 但是我觉得那就不是重点 因为重点就是你们要看我怎么样帮他们申请的吧 对不对 那也就是这种头戏了 这边公开学生的资讯一样想保护他们 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讲说他中了哪些学校 我只会跟你们讲他中了几间 然后以这些学校里面排名最高的是哪一间这样 我讲出来排名最高的那一间不一定是那个学生的final decision 也不见得是今年去 因为后来有些学生就后来就放弃了 或者是因为变数的关系就没有来 刚刚稍微有提到说就是大家不要去看网路上 就觉得说好像申请到好学校的人成绩就超不好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些学生可能成绩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申请到好学校 只是说他不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 或者是他没有社群平台 或者是你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你就不知道啊 本身就不是那种4.0的GPA 但是我还是在爱丁堡大学混的还可以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样 不要因为你自己觉得你的成绩不好 你就开始没信心 拜托很多东西是适了才知道有没有效 适了才知道可不可能 不要先去预设说 哦我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很好 没有这种事情 国立前段的例子我只打算讲一个 满足你们的assumption这样子 先来讲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以国立前段来说 这个学生呢他是申请商业类的 那他是转系的哟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他的成绩是落在3.4到3.6之间 他中了6间以Kings为最高分 那他的主要状况呢 是他的内容的问题 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也没有实习经验 所以他的内容比较难产出 但是呢是让他以个性来作为导向去写 这个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就是说我没有工作经验 我没有实习 我要怎么写 我牙齿可能又不高 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你很多时候可以去 以你自己的个性来作为发想 或者你讲四年在读什么 其实也可以写得很好 真的 再来的话就到国立中段了 国立中段的这个学生呢 他一样申请商科的 我先讲商科真的比较多一点 对 因为大家来英国可能都想要读商这样 是本科系 他也没有任何经验 那他的成绩是落在3.7到4.0 他中了5间 最高是Manchester 那他跟刚刚那个学生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主要都是没有经验的问题 那我觉得没有经验 在台湾的学生来说 其实蛮普遍的 不代表你不能申请 懂吗 再来一个国立中段的学生 他是文学院 而且他比较特别 他是要读二硕 他成绩落在3.7到4.0区间 科系嘛 他有工作经验 他工作经验是四年以上 那他中了四间 最高是伦敦大学 学生他的点是说 他有工作经验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 把他的工作经验 全部合在一起去写 要统整经验 但是他只要一统整 他的文件就可以变得很漂亮 落到国立一班大学咯 国立一班大学呢 这个学生 他是商学院的学生 他是跨另外一个商的系 那他今天的成绩 落在3.4到3.6之间 他中了5间 最高是Kings 本就是商科 然后他又要跨另外一个商 看起来好像没相关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东西可以写 东西都是有连结 只是看你有没有想得到 这样 第二个国立一班大学的例子 他今天呢 是理工科的学生 然后他是本科系 有相关工作经验 也有实习经验 他的成绩落在3.7到4.0左右 中了三间 最高是帝国理工 我觉得他的文件写起来有点感人 因为其实他很多东西可以写 但是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样写得很深入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大学期间 你同时有实习经验 跟同时有工作经验 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就知道真的很累 而且你真的很多东西写 但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写得很好 很美很深 所以对于这个结果 我超级满意的 恭喜你 第三个国立一班大学的学生 他是商学院跨另外一个商的系 他也是跨科 他也是林金燕 他成绩是落在3.0到3.3左右 然后中了四间 最高是bristols 我觉得成绩如果是落在3.0到3.3左右的学生 通常都会先入为主 自己觉得自己超爆烂 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 这样 但你知道其实成绩就只是成绩 虽然学校会以成绩来先作为划分 但你要知道你的背成绩要写得很好 其实基本上你也是可以跟其他成绩就算很好 但是他背成绩要没有写得这么好的学生 一起征那个名额 所以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有时候是在这个成绩区间的学生 会对自己产生一个很大的没有自信 觉得真的不要 你一定要在申请过程中有信心 不然你来英国你会觉得天哪 怎么办那种感觉 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我一直要跟你们强调的是 每个人都有希望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觉得我不可能留在英国啊 如果硬要这样讲的话 对吧 我们中场休息一下 好不好 再来是私立大学 以前段呢 我想要讲三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的话 他是商科的学生 那他今天呢 是本科系 而且他有工作经验 他的工作经验是在学校做助教 其实我觉得蛮多人是在学校做助教 但你真的不用担心 真的 我也在学校当过助教啊 其实在学校当助教 其实就是可以跟你的 Actemic Studies 更有连结性 对 其实没有不好 只是说你会觉得这个职位 好像没什么 我讲了他的成绩了吗 他成绩是在3.7到4.0 然后他中五间 最高是爱宁宝大学 恭喜你 来当我的学弟妹 再来第二个例子 一样是商学院的学生 那他今天也是本科系 他也有经验 他有实习经验 那他今天的成绩是落在3.4到3.6左右 他中了六间 最高是华威 华威的话期 基本上真的要看大家觉得这间学校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很偏啊 就觉得说 诶其实也还好 这样 最后一个想要分享的呢 他原本跟商完全无关 但他申请商科 是跨科 但是他完全没有商的经验 就纯粹他觉得他原本读的那个 可能没有那么好找工作这样子 然后他中了三间最高是Bristol 那他的状况的话是 我觉得因为原本的那个科系 跟商的那个科系 其实连结性真的没有这么高啦 在台湾其实好像偏冷门这样子 但其实也没有到读冷门 就是可能不是大家的首选 我就会说偏冷门 其实还是可以跨过去的 大家不用担心 来就要讲私立一般大学了 那私立一般大学就有分成 有被认可的学校 跟没被认可的学校 我接触量没有到这么大 所以或许还有其他间没有被认可 但我并不知道 我只是以我这一次 有帮忙申请的学生的背景 来去看这样子 我先讲有被认可的 第一位呢 他是商学院的学生 他是本科系 那他的工作今天也是在学校当驻教 那他今天的成绩是3.0到3.3 他中了五间最高是国王学院 这个学生我觉得 在内容上面也很感人 因为对这个学生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因为我一开始做 然后我就有时候那个文件来啊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一点 我其实有点去忽略到 他其实对于这个文件上 他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那时候就讲了一些比较直接 这件事情一直一直放在心里 我觉得我好像伤到我一个学生这样 但是他后来真的超拼的 他自己说 他去问了很多人 他都不觉得以他的背景 可以上国王学院 那他最后就上了 我对他非常感到抱歉 但是我对他也看见 一个学生可以认真到这个样子 我也觉得很欣慰 然后也很替他开心 这个学生是商学院的学生 这个学生呢 他是跨科临经验 没有实习过也没有工作过 成绩是落在3.0到3.3左右 他中三间最高是南安普顿 他的东西其实可以写得很有限 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是说 他对于他想要跨的那个领域超爆熟悉 所以其实他比很多本科系的人都写更深入的内容 所以这样子的文件其实真的蛮好推的 后一个想要分享的呢 是文学院的学生 他是本科系 而且他有经验 他有实习经验 那他成绩是落在3.7到4.0左右 这种的学校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真的要看你的偏好 他是St. Andrew 有一个很好的点 是因为我本来就在英国 St. Andrew本来就在苏格兰 所以我本来就有去玩过 我就很直白跟他讲说 我晕过车爱宁宝真的很远什么的 摊开来说 因为这个就是很关乎你的未来 所以他是接受了 然后他也觉得 St. Andrew感觉很棒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毕业仪式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选择才会是值得的 不要一直去听说 哦哪些真的很好 可是不一定那个地方就适合你 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且值得的学校 学要花一笔大钱耶 不能后悔 我真的觉得不要后悔 刚刚分享的这些学校都是有被英国官方认可的 我所谓的背成 就是你申请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栏位 是填你的学校 然后他会有一个卷轴 有一些学校就真的没有在那个卷轴里 我可能要自己打字 或者我可能要再备注一下说 就是他是哪一间学校这样 这个桥段可能就会比较不好意思的 但我先说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学校没被认可 我没有讲 因为我觉得如果在申请的时候讲这句话 会让我的学生觉得 我今天就是很烂 但是台湾生学体制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成绩嘛 所以其实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因为你们都是很有潜力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来讲的是你的话 恭喜你 不要被你原本的背景所框架 你可以很好 所以第一个我想要来讲的是 一个理工科系的学生 然后呢 他是没有经验的 但是还有去考一些证照 那他的成绩是落在3.0到3.3左右 他中的五间最高是Bristol 他在观望 然后他其实也很早知道我的影片 他说那个时候我一推品牌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来约 所以他真的是在我当初 咨询超级前面的学生 就觉得超感谢你的真的 第二个学生的话呢 他是跨考生 然后他是想要跨商学院 他成绩呢 是落在3.7到4.0左右 中了三间 最高是Glasgow 那他的话 其实基本上 那个时候Glasgow跟我写信 就是好像来回两次吧 Ristol是直接写一封 然后Glasgow是写两封这样子 让我写信去解释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啦 你当你的学校没有被承认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可能你可以找你的承办人员 需要去写一封信去解释之类的 这是我第一届嘛 所以我很怕说学校会因为就是可能校名删掉我的学生 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我有跟我的学生就是共用email 但我真的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私人的email去发给学校这样 然后觉得学校那边其实看了我的解释就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而且有一个还是看了我的解释之后隔两三天吧 然后就发我学生offer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解决的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然后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学校 不见得每个英国都会知道 而且又因为疫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被解决就对了 我先说实话 如果你今天的代办中心是有跟某些学校有合作的话 那可能就会少去我这一步啦 对就是纯粹是我觉得这是我第一届 我有多做这个举动 然后我觉得也好想做这个举动 因为我真的超级怕他们因为学校三人 对所以这个就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就是有发生但是可被解决的奖 好以上这些呢就是应届毕业生 我接下来想要来讲的是非应届的学生 要不会等一下要去装水吧 天哪我不要充电还有电宝 那非应届毕业生其实是我最佩服的 因为其实你要想哦 考雅思如果当你今天有工作的话 那你要怎么考 花上比别人更多的代价 而且有时候呢 可能你原本在台湾做的职位的工作 就已经是很好了 那你可能只是为了原当年你想要出国的梦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应届毕业生 是我最尊重的 第一个呢我想要来讲的是 他是一个商科的人才 他在来找我咨询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他看了我的影片 他原本觉得他完全没希望 因为呢他工作近十年 就他已经远离学生有点久了 而且他就问超多人 很多人都看了他的背景 就跟他说你只能做申请你这个背景的科系 但他来找我申请不是申请他原本的科系 他大学的成绩呢是落在3.0到3.3左右 他中了五间最高是国王学院 我听到他的故事我就真的觉得 哇如果你要我工作近十年然后放弃 然后出国 哇我可能不会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真的觉得超猛 这个的话呢他是医学院的学生 他呢是本科系他工作了五年以上 成绩呢是落在3.7到4.0左右 他除了他是非应届生之外 还有一个身份五专二纪的学生 那这个我可能等一下还是会讲一下 他中了两间最高是Glasgow Glasgow的医学院其实真的 已经的排名蛮高 而且他可能同时准备雅士 可是同时需要轮班 所以我觉得对他我也非常的佩服 再来我想要讲的是五专生 除了刚刚那个学生之外 这两个我想要讲的是应届毕业生 那第一个五专生呢 我觉得他真的太强了 他真的好厉害哦 他的背景是他是商学院的学生 然后他是读五专二纪 但他后来转一班大学 本科他有工作经验 但他的经验很多是来自于 他的研究经验 然后跟他的比赛经验 他这个比赛经验很猛 他有内容然后也有奖项 中六间其中 国王学院他中了两个科系 半大也有上 觉得他太猛了 超级猛 在他身上真的看见 就是真的很认真 我其实也蛮谢谢他的 第二个学生呢 他也是五专二纪 然后他五专跟二纪是不同科系 就是还蛮没相关的 说实话 成绩呢是落在3.7到4.0左右 他是文学院的学生 以文学院的科系来作为升学 然后他的成绩是落在3.7到4.0左右 他中了六间最高是爱丁堡大学 就也是欢迎来爱丁堡 这样子 那我会想要拿这个特殊的例子来跟大家说 是因为很多五专二纪都会跟我讲 哎我说五专二纪怎么办 这样我的体制不一样怎么办 哎也没有怎么办 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Polco Polco呢 他也是五专二纪的学生 但是其实都很OK的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再来想要讲的是 如果你的大学是在海外的话 不管是在英国 还是在其他的国家 反正就是要申请英国的硕士就对了 第一个学生的话呢 他的大学呢 是QS排名前40名的大学 他是商学院的学生 他的成绩呢 落在3.7到4.0左右 然后他中四间本科系 应届毕业生 他四间最高是Leeds 第二个例子呢 他的大学是QS排名前30名的大学 然后他是理工科系的学生 他呢 成绩落在3.4到3.6左右 五间最高是南安普敦大学 第三间的话 他一样是理工科系的学生 他的大学跟刚刚那个学生一样 他都是QS排名前30名的大学 成绩落在3.7到4.0左右 他呢 中了四间最高是帝国理工大学 如果你的背景本身是在海外 你可能不见得到最后还是会接受offer 不见得 因为可能你还想要留在你原本的学校什么之类的 大学本身就是在海外的话 你想要投英国也OK 都可以试看看 对 再度中抢休息 我要讲的一大半呢 我都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呢 我就想要run一下我自己的服务 还有有些事情我想要摊开来一次讲明白 首先我在前面有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呢 其实比较多人购买我纯文件批改的服务 如果你要找我改文件的话 首先你可能在某件事情上面 我需要你诚实 有时候真的是诚实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是自己申请的话 那完全没有问题 重点是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是你已经有找承办人员 或者是你是找免费的代办想要省钱 我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本身就是台湾有这样子的资源嘛 可是我只接受 如果原本跟你签约的公司 他没有特别说 你不可以找其他的资源 你再来找我 如果你的合约上面 他就已经有写说 你跟我们签约 你就不可以再去找别人改 或是找别人修 你就是只能找我们公司的人 如果是这样 你不诚实 出事就是你负责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人家合约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要去冒这个险 所以这种的话 我就不会受理 我就顺势直接再讲一个点 就是说 你如果原本的申请啊 或是你的Visa有问题啊 然后你可能问原本承办人员 你可能没有得到一个解答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你来找我的话 不非你已经跟你原办承办人员说 你想要自己处理 或者是那个原本承办人员 他已经同意 就是你的东西可以自己弄 你来找我 我才会受理 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经手你的东西 我不知道详细的事情 我并不是说你直接发个信 你发个IG 我就要理你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抢功劳 人家做到一半的project 我来接 这样子的话功劳 这样 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对原本的那个人完全不公平 而且很没有职业道德 就我不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那我就是没有经手 我经手的 我就会对他负责 但我就是没有经手你的 不要因为你可能找得到我 然后你就来找我 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举动 那我就想要反问你了 你找一个老师 或是你找一个人 处理你这种属于重大重要的文件 你就是因为based on 你相信他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要去找他问呢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你会对我自己的学生负责 去找他 因为我也有我的学生要顾 嗯 这次有遇到一个问题是 跟我购买批改文件 然后就很开心跟我说 这个文件居然上了这么多好的学校 接下来他想要问的是 那可不可以请我帮忙选学校 想要跟我约咨询 那因为呢 咨询我在这里是需要收费的 因为落点分析这块 其实就是在吃我的专业 然后就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要收费 我不是只跟你问一句话吗 我要来讲清楚 在台湾升学话 不是很多都会出落点分析的那种机器 就是说你把你的成绩填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跑出一堆 你可以上了学校 可是你要知道 那些东西就只是一个参考 我们在台湾考试我们都清楚 今天会不会上台大 都是要看你那一届的人考的成绩如何 多少人申请 是一样的道理 相对来说 我为什么一个资讯是需要收钱 因为我有的资讯 是集结了我的经验 还有我身边的人申请的经验 还有我的学生申请的经验 还有我看大家所有的经验 所以你今天不想要尊重这个专业 那我就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点我就也想反问你们了 我说商业顾问啊 是不是在商界里面算是 就是大家都想要成为顾问 对吧 你为什么会想要质疑教育顾问 我其实也可以懂 因为在台湾的话 其实很多学校有教育系 看可能教育系的成绩 可能不见得会抵得过一个奠基系的成绩 因为很多的大学都可以修教程 感觉已经塑造让大家觉得说 教育当老师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 我现在在做的是国际教育 你去翻国际教育的文献超爆多 要多少的经验 然后学多少东西 才有办法成为国际教育的顾问 这边比较不好意思 可能有让整支影片变得比较负面一点 但是其实我想要讲这个已经很久了 因为其实一直都会有人拿这种事情来说 还会说你不是网红吗 从头到尾一直在讲我在做教学 请你们尊重专业 而且请你们有礼貌 但是当然啦 还是有遇到很多喜欢我 然后欣赏我的人 但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摊开来讲就对了 反正这支影片就已经报偿了 那就 那刚刚讲的那个批改文件呢 我除了留学文件之外呢 我还有帮忙看 奖学金企划案 还有实习的文件 那其实我觉得 奖学金这个点比较难 如果凭良心讲 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觉得奖学金批改 这个点 CP值可能没那么高 因为可能 企划案啊 或是实习 这可能就是得一个机会 但奖学金可能是全世界 设组只有几个人 然后可是你却要为了那一个东西 然后写大概五六七八题 然后一题可能又五百字 找我改又比较贵这样子 所以这些我其实都有探开来讲 但如果你还是希望 想要give it a try 那也OK 只是说 我只想跟大家讲 很多老师是愿意帮学生写推荐信的 就是他要觉得说 这个学生表现很好 我愿意帮你写 所以推荐信一直以来都没有在我的package里面 因为有些老师是愿意的 但如果你问到的教授 或者你问到的上司是不愿意帮你写 纯英文的推荐信 你可以自己写 然后再拿给我改 这也是OK的 你的推荐信一定要找人改 因为你自己写的可能没办法是 像一个老师的角度来去看 对 所以这个点是比较特别 若是你的时间很紧迫 你已经在我这里是极简了 可是你的内容 可塑性比较小的话 那我可能也会在咨询的时候 很坦白跟你讲说 可塑性比较小 你确定要花这个钱吗 这些东西我都会完全跟你说 就是如果你们是有找我咨询 你们一定知道 就是我真的有时候讲的某些话 是可能会让我受不到学生 但是我觉得我只能诚实说 因为我觉得这台做老师要有态度 所以我这样 我都是这样子跟我的高中生 我一样会这样子对你们 文件讲完 接下来想要讲 住宿跟视讯服务了 这两个服务呢 是在我上一支创业影片 有讲出来 就是我某一天就突然想到的 但是后来有学生跟我分享说 台湾也有一些承办公司 当然住宿的部分也可以自己找 那我这边想要特别讲的是说 如果找我那种住宿服务的话 我这里没有跟任何一个住宿公司有合作 也就是说找我不会特别有折扣 因为呢 我在爱大也只有住过一间房间一个公司 所以对于其他的公司 所以想要来跟我签约的公司 我没有住过他 所以我就不会特别推荐 那我所推荐的都是 我身边的人已经有住过那里的好评 他是我很信任的朋友 我才会推荐给你们 公司呢 他都是在英国本地成立的 因为很多住宿公司 他可能不见得是在英国这里成立的 可能是个分公司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那些公司呢 可能我不知道 但可能我怕有些疑虑这样 对 所以只是想要跟大家呼吁说 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 不会比较便宜 就已经不会再变成 学生住进去英国的私人宿舍里了 但是从第二届之后 可能就会有一些 我学生跟我回报说 这个宿舍真的很好 然后他们可能愿意拍个影片 或是跟我介绍一些照片 那可能就可以列为 之后我可能可以跟学生推荐的 但是反正我不会跟人家签约就对了 不用担心 也不要从我这里拿到任何低价的方式 没有 住宿的部分有分两种 有买过的人就知道 是清单跟代订 那这两个呢 其实不太一样 清单的话 就是我会给你我推荐的 然后你可以用我这个清单去订 然后如果是代订的话呢 就是我可以帮你订 但代订有一点点想要讲 其实基本上清单 就是我真的就给你的文字档 对于你要问的任何问题 我可能就不会回答 可是如果是代订的话 因为很多宿舍 他的界面就是可能需要填的时候 就要填信用卡 我呢 真的很不想要经手大家家长的信用卡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个资 如果今天怎么了 可能双方都说不准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的学生我可能就跟他说 我看那个界面是直接要刷信用卡的 我就会跟他说 我不帮你填你填 然后你可不可以把合约 接涂给我 这样子 那接下来这就发生了一个点了 大家就讲说 那为什么我不帮你填 我还要收这么高的价钱 基本上你们一定有很多的考量 有事以最快的速度回复 虽然我跟你有时差 但是我有没有半夜还在回你 自己平良心说 你真的需要有一个人给你建议 然后你也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看的话 那你可以购买 如果你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疑虑的话 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这一次我有接触到几个视讯的服务 那有时候可能会基于大家可能都在忙啊 然后可能没办法及时视讯之类的 我会改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你虽然没办法跟我一起视讯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可以提供给你小短片 视讯的时候呢 我不只会帮你看你的住宿 或是你的学校 特别帮你看安全的问题 你住宿的地方有没有超市啊 然后或是走到哪里有超市 这些我都会写给你 地铁或是公车 怎么样大家可以到市中心之类的 我都会在那个短片里面跟你说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特别 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原本没有预期到 自己的宿舍在施工 或是自己的宿舍原来长得不是Google上面的那个样子 所以都有吓到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就代表说这个视讯的服务是可以存活的 来我想要讲一下雅思 雅思的话就是在官网上可以看到我的英文课程嘛 那目前只有推雅思学策统策那些东西不在我的品牌范围内 这个话基本上我就是以我本身擅长的为主 就是以家教的方式 我自己本身在教学生涯这么多年以来啊 其实我完全不鼓励就是你想要补一个东西 然后补三四年那种 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可能朋友说 可能我补习然后补这么久 然后可能成绩没有进步 其实就是源自于我觉得人的学习啊 通常就是像橡皮筋一样 如果你真的去拉橡皮筋拉到一个境界 它会断吧 其实人的学习就是这样 就是以脑科来说 你补太久 你会觉得那个考试你要去考 但是可能离你很遥远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很排斥说 你原本在其他的大补习班补过雅思 然后你再来找我冲刺的 我反而还蛮喜欢 而且我还蛮支持的 你有目标的前进 你才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老师这次的榜单呢 就全部都在我的Instagram上 没有其他的老师这样做过吧 我还写学生关于学生的状况 然后我怎么样评判 还有我使用的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以那个作为参考 我讲完了 然后我也快没声音了 不要给我阴天吧 现在几点 我拍到几点了 天哪 另外两个服务啊 就是求职跟学术论文指导嘛 然后以求职来说的话 因为你硬要我讲的话 我也没有在英国真的被人家 拼进去的经验 我就只有之前的那些 你们在影片上面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种 就很直接被聘过的人的话 那可能他们会比我更专业一点 你们可以去找他们 然后如果是学术 入门指导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要看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我会为了你的科系 去特别看一些文献 proof reading啊 它可能价位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我要看的文字比较多 但是如果学校有proof reading 然后你觉得它也不错的话 那你可以找它 这边来个小插曲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可以分享 然后也比较轻松一点嘛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Kings 国王学院今年呢 就发现有很多人的名字填错 然后这个点我原本以为是 可能大家打字的时候打错 然后结果后来呢 我有去问我的好朋友 Jeffrey 因为他之前是国王学院大学部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那个时候申请的时候啊 他就是学校帮我打错 然后他就去问说 我这个打错会不会影响VISA 然后国王学院刚才讲 嗯其实不太会 所以其实好像从他那个时候 也就是四年前 对四五年前就有 国王学院就有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是再去写信 跟学校说就好了 今年真的有发生蛮多的 所以我想说在这边可以讲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甜蜜的烦 对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选择 交换跟留学同时并进 就可能我那时候 我妈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去交换 但她只是问问而已 对 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说 我自己要存钱的话 根本不可能存交换加留学 但是呢我今年有遇到蛮多人是她可能正职交换的时候 然后或是她交换卡留学 或是语言班卡交换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种比较甜蜜的附和呢 真的是要去捧量一下自己要把什么东西摆在前面 因为其实还是会卡到签证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如果你成为我的学生 我又比较鸡婆 就会多问个几句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因为你知道签证有时候真的蛮麻烦的 然后有时候时间点啊 语言班什么的 不过签证之后还有一个更麻烦 就雅思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上面 你们可能要想一下 但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蛮羡慕的 可以同时有不同国家的一些读书的经验 我觉得真的很好 还是预科 以英国的预科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好奇 我这里呢是不会让学生去申请预科的 不论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 如果你想要申请预科那你不要来找我 因为我没有在帮学生申请预科 因为我没有读过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让你们花一大笔钱 所以我就没有在做这个服务就对了 那前面那些有一大半都是还没有提交雅思的学生 再来最后一个点呢 就是合约 一届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合约给大家签 可是从这一次开始呢 我会在合约上面明确的讲退费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同时给双方一个保障 最后呢我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免费咨询我喜欢的方式 其实你们就算是今天毫无准备来 其实也OK 你有写好CV跟SOP的初稿 你想要给我看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 能让我们的时间发挥最值得最有效的方式 就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小时 但是这半小时我也希望你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东西 反正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目标 你没有CVSOP 你要来找我也可以 可能就有点小可惜 因为我们的谈话可能就会比较浅一点 还蛮期待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很深入的谈话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那个半小时就会超值得 但是如果你要跟我排姿 咨询真的就是要看缘分 好看我们的时间 对可能就比较难约一点 在这边跟大家说个抱歉 在我这边想要放上带来给我的小评价 我觉得跟我约过咨询的人 通常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 原本没有预期说这个咨询可以讲的很多 但是我一定会在时间内发挥很大的效用 本身就是老师的关系 就是我有我的立场 长期在做就是跟学生互动的这个工作 还有升学的工作 我真的很常要跟家长说就是学生升学的状况 所以我其实都是会以你为作为出发点 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我今天是帮助你的人 去哪间学校对我来说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差别 但是一定要是你喜欢的为主 因为我来英国我觉得我读了一个 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值得的一个学历 很值得我存了这么久的钱 然后在这边花掉 对所以我真的很懂那个感觉 找到一个适合你 然后你觉得很舒服的一个方式来去做申请 或是来做文件的承办这样 如果你去问我跟我咨询过的人 我一定最常讲两句话 一个是你喜欢吗 你听到别人说这个排名很好 你喜欢吗 你喜欢伦敦吗 你喜欢爱宁宝吗 不是因为看到他去 不是因为听到他喜欢 而是你喜欢吗 第二个的话我就会跟大家讲说 你要有信心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很多的元素 一个人没有信心 那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申请一个学校 对他来讲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坎 就他可能觉得说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我觉得人一定要有信心 就像我前面一直在讲的 你要先对你自己有信心 你才会对你的文件有信心 你才会对你来英国这件事情有信心 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信心就对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真的觉得很心动 那你就赶快点下面的表单 预约我的自军 最后一个chapter了 就是我要来行销我自己 好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点呢其实很多人问我 但其实我有点意外 就想说不是很多影片有讲过吗 有时候我会被问到说 Amy有没有认识什么 以贷款出国的学生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钱的问题的话怎么样 我就想说 我在住宿的那个影片 应该有讲得蛮清楚的吧 对就是我不用看别人 我自己呢就是有贷款的学生 但是我不是很常想要这么直白的讲 是因为我不想要让别人觉得说 我今天就是在卖我今天就是需要存钱这件事情 然后你们找我补息 觉得每个人申请贷款出国就是要有一个动力 今天觉得这个值得那你做 做了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动力 想要去还贷款之类的 这样我很懂 我真的超懂 就是一趟留学的旅程有多值得这件事情 有值得到让我想要付出更多倍的努力 说有贷款出国有怎样 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解决的 但梦想不一定 所以大家 我还是鼓励你们来 对 一点呢就是你们是熟悉我的背景的 随便翻我的影片 我可能都有讲到我的背景 然后有的时候呢 可能你们会怕说找不到我 而且我自认为我自己回复速度很快 下方留言 如果你有收到我半页的回复 然后是回复留学的话 拜托帮我讲讲话啊 就是我是教育人员 有时候你们就会说 为什么我刚推出来这个品牌 然后这品牌就这么贵什么的 其实说实话 我是不是老师 其实影响很大 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推荐性 我就是因为是老师 知道老师的角度是怎么样 你们作为学生 你们不知道说 这个推荐性可以被怎么写 所以很多人 我帮他们改过推荐性的时候 教授就会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样写之类的 当然也是给我肯定 但我的点是说 因为我的背景的关系 为什么要找我呢 因为我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资源 我人在英国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们如果现在想要问我 伦敦现在天气如何 就有点阴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我很多时候 会跟我的学生同步 upgrade最新英国的讯息 或者是我可以很快知道说 现在英国罢工什么之类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资源 那这个资源延伸到宿舍啊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哪边的治安比较好 如果以伦敦来说我可能就可以跟你讲 只跟你说东伦敦治安没那么好 我可以跟你讲东伦敦的哪里 为什么他治安不好 什么之类的 来的话就是我很认真 好了我觉得这个自己讲好像很怪 但我真的很认真 就是真的很认真 你们就会问说 我看你学生这么多 你的课这么多 那你文件会不会好好看 我讲一个点就好了 我在爱大的时候啊 上我自己家教的学生 编写论文 我还编出去玩 但是我的影片 周都有上 影片这种东西 你们又没有付钱给我 但是我都愿意为了你们负责 那你们觉得你们的文件 如果以付费来找我的话 又是我挂我自己的保证 我会不认真吗 来呢 就是我想要来宣布的大事了 非常感谢第一届的学生 让我有这个勇气 成立一间公司 所以呢 我的品牌是合法的 所以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保障的问题 我分享的文件都包含著作权的部分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自己觉得我有优点又有缺点 这一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不是太好 我也想要改善 但是好像因为难 是呢 可能我改到的文件 有时候我就觉得说 可是要改的方向还很多 但又没有什么时间 我可能说的话就比较 有点过于直接 或是可能真的会伤到你 然后我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是完全敢说你的弱项 就如果你给我你的文件 然后我是不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东西真的超级好的 让你去投 有时候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 就是为什么这样子不行 或是为什么可以怎么样更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基于我太现实了吧 找我的学生都是为了一个字 分数升学的学生绝对是为了分数 你们愿意花大钱 绝对是为了要那个结果 所以基于这个结果 我不太容易去讲一些 可能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好 我就要跟你说 哎你真的很好啊 都不用改什么的 这也代表说我讲一个文件的弱项 讲的超级直白 所以我希望你改 但是同时就是可能 好啦我真的比较抱歉一点 对这是第一个点 所以如果你是可以承受的 然后我的节奏有比较快 那你真的可以来找我 但如果你是期待要这么的直白 然后温柔一点的话 我也可以对人很温柔 但问题是现在就很急迫 你们就要上不是吗 我就会希望我的文件 每一个出去都要上 我没有想到那种就是 哦就是上一点 没有没有 我就是要上 对所以我可能就比较 怎么讲 急 对这就是我一个大缺点 这个我真的 从以前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改掉 对 蛮多老师 就是如果他今天也是升学老师 其实他不太会愿意 我这意思是说比较少 老师会想要出来 做留学代班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 教书啊 备课这种很routine的事情 其实我们多做 其实会比较轻松 留学代班呢 其实你会看到 比较少人的背景 是教师出来做 那我会一直强调这个点 是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想要透过 我自己是这个职业 然后跟你们讲 其实有时候 看待自己的方式可以改变 天暗了 我也累了 我在最后讲一个小结论 我们就可以结束 今天这回合了 我就想要跟大家讲 说我这次回台湾 然后我就印那个 我心满河小卡的时候 我就想到 大一的时候 就那时候还在熬 那个一小时三百五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做了 一个多亿的讲义 那个讲义啊 我就有做小卡 然后那个小卡上面是 跟买我讲义的人说 谢谢你支持我的梦想 然后我没有想到这个梦想 就是有办法在今年 以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呈现 就虽然这个梦想 跟我原本当时想的梦想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没有想过 我会来留学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某种程度上 已经是很 我很 我有在这件事情上 得到很高的成就感 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虽然我现在拍到这么晚 但是我整个 我到现在还在紧张 一直都蛮感激 这个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 因为有时候我都觉得 我自己很幸运 就是谁可以在应接毕业的时候 然后可能做了 我做的事情 可能不见得 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一件事情我都有付诸行动 都会了 看到这支影片 那我要跟你讲 现在官网呢 除了雅思之外 只要是申请学校 都会有一个九折的优惠 那如果你是两人同行 因为我一直以来 都有接触到 比如说姐妹啊 兄弟 或者是姐弟 或者是情侣 那你们想要两个人 一起来跟我报名的话 那就有优惠 如果你是申请学校的package 那一个人可以折500 如果你是文件 你找到另外一个人 跟你一起改文件的话 那你每个人是可以折200块的 我只要有些人在关注我 想要看我 这个人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也在看我自己 可以有把这个潜力 发挥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这边特别说一下 感谢我遇到的所有人 我觉得 突然想到 就是那个时候 我刚推我的品牌 然后那时候 很多人在留言啊 表单 就跟我讲很多 鼓励我的话 要一年的走过来 我会觉得 可能还没有办法 为当初的这个决定 骄傲 毕竟我还有房租要付 我还是需要很努力才可以 你们每个人都有让我成长 然后让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 一个小小的升学老师居然可以影响一个人 或是真的可以带给你们这么多的希望 跟这么多的不同的视野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开心 对 这个已经是 我觉得这个是比我 就是做这个品牌 还要开心的事情 因为真的很快 就是要欢迎新的一批人了 虽然这样 这个天气真的暗暴 但我还是想把它讲完 我会往前走 那你也是 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非常非常的感谢 有看到这里的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 祝你们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哦 下一支应该可以比较亮 拜拜 拜拜